在多任特首以來 無論是左中右、泛民、建制 都是可以聊天 在政改方面也能做到一個理程碑 其實是否因為過去多年以來 譬如你在政務官生涯裡 跟不同人的接觸比較多 以及自己的包容度較高 令你在這方面有一個優勢 說一句每個人都有一個特質 每個人有一個特性 如果運用得好就做得好 如果你運用得不好 或者自己不是專長那樣 做另一個東西 可能做得不太好也不一定 最後你都要接受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都是有一個瑕疵 我所要求就是每個參政人士 所以我們要面對香港人、香港市民 我們要面對香港社會、香港地位、國家情懷 這些我覺得是我們需要經常記住的東西 如果是做公務的 如果有一個懷疑的心 有機會發展的所長 每個人都會做得很好 你跟泛民或者反對派 一直以來你覺得不能夠視他們為敵人 反而應該怎樣跟他們交流、溝通 令到香港的發展可以好一點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會這樣 有時候也不是容易的 是不是容易的 亦需要有這樣的客觀條件和環境才能做得到 如果你就算溝通也好 沒有一個很極端的人槍斜 你中間派拉去極端位置的時候 這樣會比較容易談一些 但當社會出現了一些很極端的言論 不管是左、右、是對內、對外 一拔開的時候 你那邊的事 你正義中立和中央位置、中間位置 就是一路撤開 一撤開的時候 溝通上面越來越困難 我想我現在面對我們社會的挑戰 就是從這裡來